2022年 中国吸引外资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实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 首次突破1.2万亿元 影资规模依然保持在世界前列 为何外资外企愿意持续投资中国 在近期举行的新时代新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活动上 跨国企业高管这样说 他们说 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 拥有强大内生动力 中国的经济体量大 增长的势头 势能也很强劲 中国的整个工业体系非常非常完善 我们本身经济的内生增长的潜力很大 所以我们也在过去的过程中 在西安 在苏州 在上海 以及广州籍一些城市省份 那么我们建立了我们高端的生产基地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从2018年开始 墨林集团将乐高乐园作为主要推广的IP 那么分别部落在深圳上海和四川 有三个乐高乐园正在加紧建设 就主题乐园这个行业板块而言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主题乐园市场 并且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 我们的主题乐园的行业 它的进一步的发展是一个在所必然的一个趋势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这里的营商环境让他们安心 我其实是一直都被许多上海的一些措施跟变化感动 参加了一个满航的忧伤环境的一个大会 那在当天的大会里面 我看到了许多的部门许多的局 他们也必须要上去讲解过去的这半年 哪一些重大的一些突破 哪一些方面能够把企业服务得更好 所以我应该说的就是在上海 我们看到的就是政府在服务企业 帮助整个行业 其实是非常的卖力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政府 在政策上给予他们大力支持 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强的支持 从政府和政府的支持 当然我们在Gin An 我们在这边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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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身边的认为 我们也找到一些政策 的政策 我们也带来更多的新闻 到市场 我当然想要说 一件重要的事是 红色的品牌 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 在CIA两三年代 我今天很高兴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这里 拥有大量科技创新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在照港研发中心 就因为上海人才 因为研发中心管理总部需要人才 上海也能吸引人才进来 上海一直是一个人才流入的 包括我们研发中心很多是从国外 中国人到国外去读书工作 在国外研究单位 然后还回到澄大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速度惊验全球 临港是我们去年11月份正式启动了一个项目 从签约到启动不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全球总部的同事们见证了我们的上海速度 临港速度 他们说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日渐成为创新引擎 以大规定的力量 在中国的努力 可以改变提起 与新引擎摩動物的也工专程 以ות语化 末刻语化 助产典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